当然上了一定年纪后啊 头发是会变白的 这也意味着呢你衰老了 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出现了白头发 其实有些白发可能和我们身体健康有关 那下面这三个地方长出白头发要留意哦 一 两病长白头发 通常我们两病啊和肝脏有关 如果出现白头发可能是肝火旺了 或者呢肝血不足 所以要是两病长白头发要注意养肝 二 前额长白头发 那前额就和脾胃有关了 如果这里长白头发还经常有肤胀胃酸口臭的情况 就可能是脾胃不好了 调理脾胃最重要 三 头顶和后脑勺长白头发 这两个地方和膀胱和肾脏有关系 如果白发长在这两个地方 而且还会出现尿皮尿急小便不流畅的情况 就要注意养肾了 明镜需要您的关注